大家好,我是说话有咖喱为坎坎 公元前530年,居鲁士二世出边征伐女王托美丽丝统领的马萨格太人 不幸战败 扇子之痛更是让这位女王割下了居鲁士二世的头颅 一个强大帝国的缔造者死后经落得身手益处,不禁令人唏嘘 居鲁士二世的死无欲对波斯帝国是一个重大打击 这延缓了波斯帝国征服世界的进程 不过所幸的是,居鲁士二世提前做好了交接工作 也许是先前频繁的扩张战争 早就让居鲁士二世意识到 自己虽然创造了诸多辉煌成就,自于世界之王 但终究是个凡人 终有命述落定的一天,优秀的帝王必然要高张远主 早在公元前539年征服新巴比伦的时候 他就确立了已经成年的甘比锡斯二世为王储 在次年的巴比伦新年庆典上 居鲁士二世更是将甘比锡斯二世作为其代理人 履行了庆典中的宗教仪式 甘比锡斯二世以居鲁士二世的代理人身份 在巴比伦居住了8年 这使得当地的居民已经习惯把他当作自己的统治者 在居鲁士二世决定亲自征伐马萨格太人之后 他将甘比锡斯二世确立为统治者 并允许他使用巴比伦之王的正式称号 居鲁士二世的未雨绸缪显然也起到了作用 王位的顺畅行迹 使帝国避免了内部争斗 并且得以顺利运转 导致父亲死讯之后的甘比锡斯二世 岂难容忍父亲的遗体买骨他乡 于是波斯又一次发动了对马萨格太人的征法 愤怒的力量再次显现 这一回波斯人顺利的击败了马萨格太人 甘比锡斯二世运回了其父的尸首 将居鲁士二世的遗体归葬孤独帕萨尔加德 使这位伟大的帝王死后有了栖息之所 得以受到永恿的尊敬 也大概是这一时起 波斯人开始有了民族认同感 相比锡鲁士二世缔造的当时最大帝国 他的陵墓就显得有些太过低调了 现在这里虽然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十字陵墓 但曾经可是一个花园式的陵园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四重元帘设计 四重元帘大致就是四字都有对应景色的意思 这座陵园已经屹立了近2500年 波斯地毯在很大程度上 借鉴了当时锡鲁士二世陵园的设计 中间是陵墓 周围则是精美的花鸟雕兽和花草树木 这种复刻也算是对这位伟大帝王的致敬吧 虎父无犬子 刚上位的甘比锡斯二世 在解决完亚洲的战事之后 于是并把目光落到了北非的古埃及 这片他父亲早已安排出未能来得及征服的土地 现在该有个交代了 古埃及 这个曾经创造了诸多辉煌的国家 此时早已是日薄牺牲 其附属的尼罗河谷和卫畜战略要地 使每一个比邻的国家都对其趋之若鹜 更何况现在这个极旧侵略性 甚至一时的波斯帝国 而后 甘比锡斯二世经过多年的筹备和幕后运作 最终在公元前525年 大举进攻埃及 双方在贝鲁西亚展开了一场大对决 关于此一的一些前后内容 大家可以看我的古埃及第十期 埃及方面由于缺少了希腊士兵的知识 加之波斯人运用信仰亵渎战术 此一波斯大获传胜 埃及门户大开 然后波斯人迎着尼罗河势炉破竹 海军和陆军彼此呼应 埃及的海军统帅甚至都发生了倒戈 这场侵略战争的结局已经无需多言 最后时任埃及第26王朝法老 普萨美迪克三世被俘 他的女儿也沦为了奴隶 之后普萨美迪克三世被囚禁于苏萨 直至被处死 埃及也由此成为了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 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到埃及的波斯人 最初在埃及大肆破坏 并掠夺神庙的财产 不过早期的波斯统治者 基本继承了居主式大帝 对被征服民族的宽厚包容政策 被征服地区的分俗习惯 宗教信仰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 最初这种隐瞒行径 很快便受到了甘比西斯二世的约束 毕竟此时的埃及已经属于他 是并掠夺神庙的财产 就等于掠夺他自己的财富 在拆毁了希腊雇佣兵的住房及物品之后 甘比西斯二世开始着手恢复埃及的秩序 他们开始清洁神庙 归还神庙所有的农奴 神庙的嵌顶活动和游行 开始像以前一样照常举行 随后 甘比西斯二世加免为法老 成为上下埃及之王 不过他的宽容与尊重 并没能让埃及的祭司们高兴太久 因为甘比西斯二世随即发现 埃及政府的财政收入少得可怜 而同时各大神庙却掌握着巨额财富 埃及内部早已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暴露了 由此引发了神庙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受到了甘比西斯二世的重视 在后来发现的一份缩草指纹书中记载着 甘比西斯二世发布了一份斥令 除了少数几个城市神庙得以豁免外 埃及所有的神庙都被提高了赋税 神庙的一部分收入归国家所有 尽管有的神庙祭司得到了一些地产作为补偿 不过贪婪的阿门神大祭司们 显然不满足于此 这也成为了祭司们憎恨甘比西斯二世的理由 征服了埃及后的甘比西斯二世并没有填下脚步 而是继续沿着尼罗河前进 进行了连续无断的远征 最远征战至库斯王国 这个曾经统治了埃及的黑人王国 但是军队在穿越沙漠时简缘严重 无奈被迫返回 并且远征的连续受挫 使得埃及爆发了反波斯的暴动 而后大约在公元期523年到522年之间 甘比西斯二世回到了埃及 并迅速平息了暴动 由于甘比西斯二世长期在外滞留 以及军事上的连续势力 使得波斯本土的反派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 一场新的暴风雨正在袭来 公元前522年 甘比西斯二世的弟弟巴尔迪亚在波斯境内自立为王 根据古代历史学家的记载 这位自立为王的巴尔迪亚 可能是一位与其样貌非常相似 名叫高沃塔的拜火教祭司所假冒的 真正的巴尔迪亚早已在甘比西斯二世继位后不久 就被秘密处死了 所以这场政兵也被称为高莫塔政兵 总之不论这位巴尔迪亚是真是假 波斯内部的策访势力开始上台 并且做出了豁明帝国三年的覆水和兵役的承诺之后 这股势力得到了整个帝国的承认 文讯的甘比西斯二世在留下部下担任埃迪总督后 立刻挥师回国 然而他却在走到卡尔麦勒沙附近时 神秘死去 具体死因众说纷纭 根据大楼市一世在位时所立的时刻 即被西斯敦明文描述 甘比西斯二世在归国途中 得知创委者已经得到整个帝国的承认 感到大势已去 于是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先不论这个心思缜密 完美策划并征服了埃及的甘比西斯二世 在还没回到帝国的时候就自杀的可能性 且在这个通常被视读为自杀的地方 大楼市一世使用了一个非常奇怪又委婉的口吻 甚至可以用奥口来形容 由于他自己而死掉了 很可疑对吧 这不由让人觉得 甘比西斯二世也许并非简单的死去 大概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 使得大楼市一世无法说出实情 虽一些现代学者认为 当时身为王氏盘植的大楼市一世 派人暗杀了甘比西斯二世 并且自导自营了一出好戏 以粘行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最终登上了王位 不过 这个成分已久的历史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了 同时关于甘比西斯二世统治风格 目前也是各有说法 有很多流传之军的说法认为他是一位暴君 他凶残地杀到了自己的亲兄弟 与自己的姐妹乱伦 征服埃及之后 下连挖出亚赫摩斯二世的穆乃伊 焚烧泄凤 据传他还杀死了阿匹斯的圣牛 并因此受诅咒发疯等等 总之就是一位非常暴虐蛮横的统治者 然而 现代学者根据考古发掘出土资料 所勾勒出的甘比西斯二世的形象 却与传统记载大相径庭 首先 他杀死兄弟的记载 这件人是具有极大争议的公案 其次 在对遗传生物学上无概念的古代 他迎娶自己姐妹的近亲婚姻行为并非个例 在波斯 埃及等古代宫廷中也曾多次上瘾 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持王室系统的纯净 巩固其统治 另外关于他最有名的暴行 杀死了阿匹斯圣牛而受诅咒的事 这可能只是阿门祭司们对他的一种诋毁报复行为 根据1853年的考古研究 这头据称被甘比西斯二世所杀的阿匹斯圣牛坟墓 在距离奔菲斯不远的赛加拉城被考古学家发现 坟墓中的营究让这位门员2000多年的帝王洗刷了冤屈 这头圣牛大约死于公元9524年 此时的甘比西斯二世正在远征埃塞尔比亚的途中 得知圣牛去世的他下令 按照埃及的习俗为圣牛遗体举行赞礼 可有甘比西斯二世上圣牛行李的浮雕 还使用了埃及皇家传统的头衔 根据明文后半段中描述 从远征归来的甘比西斯二世 还亲自参与了圣牛遗体的反腐工作并主持了圣牛的赞礼 综上所述 甘比西斯二世实施宽容宗教政策与残暴的传闻还是有出入的 所以反过来也可以推论出 其历史可能遭受了相当程度的篡改 不过历史的真真假假 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百分百准确的答案 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很有必要 但更为重要且有意义的 应该是以史为鉴 帮助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 避免重蹈覆辙 抛却那些难以考证的传闻 可以确信的是 在甘比西斯二世统治末期 他组建的波斯宫廷禁卫军 后来进大楼市一世整兵之后 成为了军队核心力量的万人不死军 这只有一万禁卫组成的军队 而后横扫事件 为波斯帝国征服行动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甘比西斯二世遗憾离开历史舞台以后 而后继位的便是刚才提到的 曾随甘比西斯二世远征埃及 身为万人不死军总指挥的大楼市一世 那么在这个混乱的王船更迭时期 大楼市一世会怎么做呢 波斯帝国的强大统治 还能持续下去吗